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 和大家看看今天港股全日的表現 和身邊嘉賓來自研究部的分析員黃偉雄 Ruffy和我們談談港股今日的表現 我們先看看恆生指數方面的情況 其實今早早一直大市是向好的 曾經日中都升超過200.5 暫時恆生指數今天見過高位在24912點 但在剛剛美時時段左右 突然見到那個升幅收窄了 升了20多點 讓它嚇一嚇 是否大家都覺得市場見頂 大家就急著沽課 其實都見到一些藍籌股 好像最亮麗的港交所 我想突然間都要倒下來了 比較令人覺得是否都見頂等等 這個消息信號都出來了 問一下Ruffy意見 現在恆子 最終今天升了91點去收市 收位24732點 特別一件事就是那個成交金額 自從互聯互通出了1000億之後 今天來講1001億的成交金額 都真的很誇張 很明顯大家的入市意欲都非常之強 暫時這個勢頭又可不可以延續著呢 港股方面你的上網空間去到哪裡 還是還是回整的幅度都可能是反倒呢 我覺得港股整個勢頭還是好的 只要你見到剛才說 雖然曾經升風收窄到差不多沒有了 國資更加倒跌過 但你見到最後都收回升上來 而且以成交來說 今天反而在港股內依然突破1000億 反而是越來越大的成交 所以這樣去看 我覺得似乎還有機會是在上市 甚至乎來計算仍然這一刻 大家都依然在憧憬藍手二日出奇 始終還未正式叫做開始 明天叫做越來越多 就長往是慢慢公佈 變相這一刻大家看法是樂觀的時候 始終這一刻這些因素都未改變的話 我覺得市場有機會向上去到上市 但當然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剛才說到 曾經升風收窄了 甚至各別的一些強勢股 好像港交所也跌得很明顯 但反過來想 這下跌 很多人問到會否是意味著見人的開始呢 但大家平時在股市中叫做 馬拉開的時候都知道 會不會真的這麼明顯呢 一升完那下一到跌就等於接下來是調整 如果這麼明顯的話 我覺得之前那一陣升浪 大家吃光了之餘 接下來可能都有機會捕捉我跌落 會不會是這麼容易去買一買呢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有少許保留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就是 可能真的回就回一點點 可能三兩百點左右 可能24400 24300附近左右就整一整股 但整完之後 其實我相信未必跌得太多 而也有機會反而向上市 我覺得上面來算 也依然看有沒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面 可以破之前所說的24988 如果破到的話 我相信還有機會再試新高出現 24988 謝謝Rafi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做籃籌股方面的表現 今天來說有11隻的籃籌破頂 先看看會控 最終升了4毫子 收報83.6 中移動升6毫半 建行升3先 工行升4先 中國銀行跌1先 港交所就跌了 跌超過2% 今天破頂之後有一個輕利回徒 收報171.2 國壽升5先 友邦跌1號 騰訊跌9 金沙中國升2號 長實升3.3 新地升3.6 九倉升2.05 中海外跌4毫子 冠資地升1號8 中海油升1號4 中石油母升跌 收報10.44 中石化升1號1 坤能源升2號 中國神華母升跌 今天收報23元 最近地產股就發光發亮了 最漂亮的一隻藍籌 就是101 行榮地產 今天升超過3% 收報24.45 接著收租股 九倉方面表現了兩例 今天升了2.05元 收報62.75 第三位都是地產股 就是新地方面 升幅超過3% 收報115.9 怎樣看回地產股 其實累積的升幅 真的非常之多 其實都看到好像輪流炒 之前大家說新地會否追回落後 因為還欠他未升 怎料大家就預料中 他又爬上來 今天升幅榜來講 就是排第三位 長實仍然保持著強勢 很快有成績表 不如總括一下地產股方面表現 當然地產股表現一定是強的 因為始終你叫這一層 無論一些大的地產股 譬如長實新地 或者你說收租股 譬如九倉 這些來計算全部都是升上去的 當然這一層 為何會升上去呢 一來就以他們去撐住市場 二來就其實個別大行 在現在這個位置來講 有少許轉了後風 就唱好他們 因為如果大家有幾個 就是早幾個月來計算 其實我記得很多大行 都猜到今年譬如樓價 可能回落成幾至三成都有 反而今早大家見到報告來計算 某些大行都開始反過來 說覺得離陰樓價有機會再升5% 大摩那裏 是的 大摩方面 即是轉了口風 雖然有些轉口風之下 在高院裏面 都令大家還去嘗試追貨 而且以明天來計算是長實業績 以現在來說 其實大家對長實這半年的業績來說 看法是樂觀的 因為始終覺得去年就比較少樓入帳 今年頭半年就比較多樓入帳之下 那個售樓方面的表現來說 應該有一個比明顯的增長 變相因素之下 都令到個別股份上來 但如果以我自己來計算 其實雖然升到 都自己也有些不順 但去到水位來說 其實我反而還有些保留 因為這樣計算 沒錯 你一向掉了眼鏡上來 但這刻上到水位的時候 能否再上呢 其實我覺得要更加多力才可以 但這刻來計算 其實我覺得要反映的因素 都差不多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這樣說 趁著長實業績之後 或者未來幾間地產工業績的時候 借實做一些調整整固都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刻來計算 有貨的 當然可以繼續掌握 但如果沒有貨的話 如果這些位置才有進去的話 似乎風險性來看 我覺得就比較大一點 好啊 麻煩你Ralph先 我們跟進一下地產工業績股方面的收視表現 好 先看看 詳實升3.3 今天升超過2% 收報150.4 繼續破頂 行基地產50升8毫子 收報48.8 新地升3.6 新世界發展升1毫6 信和事業升1毫2 稀神方面 升接近3% 收報37.9 加利建設升5毫半 大股地產升2毫半 九倉升超過3% 收報62.7毫半 惠德峰升超過2% 收報38.7毫半 好 再講講一些消除貪污事件 我們今早跟Ralph討論過 周永康事件被調查嚴重遺紀的消息 但之前對中石化系 或者相關股份來講 增盪性比較大 因為大家都害怕 都未有結果 但現在看到中央方面 就是打大老虎的決心 都非常堅決 大家就解讀了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起碼就消除了一些不明朗因素 所以你看到石油石化股 都不錯 但尤其是二線的石油相關股份 更加表現亮麗 可以看看就是百勤油 復編號2.178 今天升一成這麼多 Raffi收報在兩個五紅綠 還有一隻1.251 我們可以跟進 最終都升成接近7% 收報在4.1% 還有沒有力水再上呢 如果這樣算 今天你見到油田相關的設備股 就好像你這樣說很強 最主要我覺得 真的挺關閉 可能那個 之前擔心的貪污事件 現在隨著周永康被捕之後 其實就 掃除了一些不明朗 當然不是等於這件事就完美解決 但是越來越明朗化的時候 這一堆之前被積藏股份 都借實是上了來 但是如果以本身來計 其實你說幾隻的油田設備股份 我覺得就真的借個勢為主 因為始終他們本身 基本面來說 特別個別幾隻的業績 其實就比較反覆 如果你真的因為這個周永康事件 慢慢有一個明朗化 而想捕捉相關石油股的話 反而我覺得你 譬如後退坤輪能源 這些比較合理想一點點 因為特別除了這件事件 越來越明朗化之外 其實坤輪之前也傳過 就有機會中一步秘 可能被中石油注資 以上這因素之下 我覺得2至135似乎 直播性高一點 如果要追求的話 追求這隻 我覺得比較好過追求其他 所謂石油的設備類股 好,857方面 今天就沒有升跌收報10.44元 剛剛提到的 135坤輪能源 今天就靠穩升2毫 收報13.46元 都可以留意剛剛Rafi所提供的報酬 麻煩你先 我們全日直播的環節就差不多 有沒有買哪一隻股份感的? 麻煩你先 想重溫內容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的官網 www.bhchannel.com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同樣事份 九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